九合一选战 高雄市长的选举 这回是蓝绿对决的局面 国民党争招了前立委柯志恩 要来挑战一下民进党的现任市长陈其迈 但是根据了联合报的最新民调发现 绿营执政优势非常的明显 陈其迈是以5成3的支持度 领先柯志恩的1成8 至于有7成1的选民看好 陈其迈可以顺利连任 只有4%的选民认为柯志恩有胜算 美国的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在旋风市的访问台湾之后 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陈时中 在昨天宣告当选之后 他要成立一个国际事务局 组建陈氏外交队 强化涉外关系经营 台北市政府目前已经有国际事务组了 对于陈时中要升格成国际事务局 黄珊珊在昨天回应 她说重点不是名称也不是组织 而是做什么事 北市府这几年国际事务没有少过 她还反击陈时中可能不太清楚 地方政府的组织编制 五星总统级的顶级食材 秘制独家配方 以十多道严谨的工序 将严选的大干贝 珍珠包 石斑 鱼费力入将 上快点购的网站来订购 就拥有五星级的食材 同时还有推荐代码 CTI999 就能够享优惠 给大家总统级的享受 以及